我是台湾肝脏学术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张吴宇 我们这个学会基金会呢 已经成年到今天已经成立14年 我们是在1999年成立的 那那个时候呢认为这个肝病的黄治呢 要有一股力量来出了医院呢还在去推行 那那个时候呢很多我的学生我的朋友我的同事 大家出钱出力就成立这个基金会 那我们一边帮忙学校医院在推行肝炎的黄治 这方面呢有很多需要做的 或者是医院不方便做的 那我们用基金会的民企可以在推行 所以呢这十几年来我们在边缘地带 在这个山地在海边 我们不单单去推行肝炎的黄治 还要做我们这个衰减抑诊 那把这些需要治疗的病人再给他们想办法做一个进一步的治疗 那在边缘没有办法治疗的我们还带他们到大的医院到高医来来做检查 那这样呢我们达成一个除了医院以外 我们希望把这个医院的这个离墙跳过去 那退款到或者是进到直接到推到这个群众里面去 所以我们就到各个乡村各个边缘的地方 那接触民众接触这个很多病人 那做一个推广这个防治这个工作 那不单单是这个民众 我们这个基金会在鼓励很多年轻的医师 或者是每一个很多很多这个学术团体 假如需要做一个研究方面 或者是学术的这个开会 我们都有协助有帮忙 那希望我们这个小小的力量呢 能够给我们台湾的这个肝病的庞治方面有一些贡献 谢谢 我记得大概一两年前 卫生室有一个统计 问那些肝病的人 台湾的肝病为什么这么多 他们都打悟好像都不要喝酒就好了 喝酒是最重要的 其实很多很多我们台湾的肝病 那当然喝酒也是一个原因 但是在台湾呢 这个病毒性的肝源 到现在还是最多 那所谓的病毒性就是 现在B型肝炎 C型肝炎可以慢性化 所以在这个防止B型肝炎 防止C型肝炎 就可以大部分的肝炎可以改善 甚至呢 为什么台湾肝癌这么多 就是假如防止B型肝炎 防止C型肝炎 就会达成一个很好的成绩出来 那为什么 这个有B型肝炎 有C型肝炎 这是一个传染性的病 这是病毒性的 不是喝酒引起的 所以要把这个病毒消灭掉 所以这个 如何来消灭B型肝炎 C型肝炎 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 说三十年 四十年 我们觉得说 只有防止 只有推广 这个卫生 但是真正的 医药的治疗方面 曾经不是很理想 但是这十年来 已经有很大 很大的进步 B型肝炎 C型肝炎 都有很多好的要出现了 所以现在就是 刚才所讲的 这个B型肝炎 C型肝炎的治疗 大概差不多十年前开始 这个健保有几乎了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 全民的一个大的福音 那希望我们全体 同仁大家 跟民众合作 大家做得很好 赶快把这个病 这个控制好 那台湾的 很多很多肝炎 会消灭掉 B型肝炎 有疫苗 这个是疫苗 所以B型肝炎 现在生出来的 小孩子 从民国76年 就已经开始 在打这个针了 所以B型肝炎 越来会越少 但是C型肝炎 到目前还没有疫苗 好 谢谢 谢谢 这次B型肝炎